第四季的提案已經差不多整理好 下星期一就可以進行內部審閱 好, 謝謝Tina 大家都好好準備下個月的記憶招待會 今天就到這裡 總裁, 副總裁 是 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們商量一下 是關於向政府申請增加醫療匯款的事 那星期日我約了幾個醫護界的代表 跟他們開會 如果到時總裁你有時間 可否來致兩句詞, 當是鼓勵一下大家 Tina, 我一直都知道你工作薄命 但是工作、生活、平衡也很重要 你知道我星期日一直都不碰公事 我也有時間回去陪我兩個女兒 下次見 你果然是總裁的得力助手 一個月出三個提案, 都很進取一下 不過希望你記住 你的名字是常任秘書長 論之排輩, 我算是你前輩 朋友的記憶 做得醫管局高層 最基本是要按部就班 待會用錯力就得不上身 我經常吃了你, 還來接我吃飯 看來你沒記仇 我怎麼會記你仇 反正你開加班也習慣了 吃什麼? 我預約了你最喜歡吃的那間 意大利私房菜 這麼晚還要開嗎? 老闆說我們是熟客 所以通融一次和 今天有什麼特別事? 我還要說 怎麼樣?又是副總裁? 你怎麼知道? 是你的 這兩個月在家裡說出電話 都是說什麼醫療撥款 又不知跟誰生意 說你副中財, 給你空時間 我也聽到會悔悔 那倒是嘛 工作勢又重又無聊的事都推給我 我想做一些實際一點的事 他就會覺得我穴權 覺得我功高概著人 工作的事盡力就行了 你不需要為這些人上腦筋 肯定是好, 但是我怕你太聰明 很多人做事是對人不是對事 他明明是針對你的 你做什麼都是錯的 總之我認為對的事, 我就會做 有時候做事是否正確 不只是看主管的感覺 別人的看法也很重要 那你有什麼看法呢? 你一直都想為醫療界增取多點資源 是好, 但是你做事有時, 急進了一點 我這叫主動或進取 對, 那你又順便聽聽我對你有什麼看法呢 你畢竟是名下畢業 又有科技和法律的雙級 以你的資歷和能力 別說歐斯這個位置 就算保安局你也有資格格 人家都已經提拔了你這麼多次了 但是你的心甘情願留在社交平台 做無名英雄 我還要這麼多年了,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是科技的年代 全世界的網絡罪案上升了四成 社交平台的設備 對於情報分析 對於打擊新型的罪案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這個位置 是很重要的, 很有價值 做官大把人都行 但不是非我不可 但是我在社交平台做的事 就非我莫屬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要去做PPRB 你最擅長的就是港大到來的 我最擅長的除了你做老婆 喂? 是, 我是 好的, 不妨, 你說吧 我們已經批准了 我已經批准了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下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